飞机上的这件事情蛮让人生气的 6月8号广东的广州市 一架由广州飞往上海的航班上 有一名乘客老师 就这个事情 机长亲自面对这位乘客 在商务舱里面 两人说来说去 其实主要原因就是 这位乘客一位 机长巨踩了 但是他应该耐着下飞机 而最后呢 我们的乘客们都起步了 强热了我们非常地激烈 这件事情导致大家的延误 乘客被带下飞机之后 并没有被拘留 而且自己还进行了改签 至于机长为何要拒载 这位乘客呢 警方并没有说明 事实上这个事情 有很多说法 有说天气原因的 也有说这个其他原因的 那核心原因应该可能是 飞机无法在严定的 红桥机场降落 只能改降这个上海浦东机场 而这位乘客来讲的话呢 在临近起飞的时候 说自己心脏不适 那在这个时间突然烙起来了 然后这个一名男子突然在飞机上大烙 这个就开始从先从这个经济舱 跑到商务舱去坐 那不管他是不是想坐商务舱 贪小便宜 但是机长已经明确这个意思 明明不受欢迎 请你下去 而这个当时的空警呢 就站在旁边 啥话都没有 后来上来的民警呢 也没有表什么态 而这个人呢 会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但是现在确实看到的是 民航方面机长也好 空警也好 警察也好 对这样的事情竟然非常的容忍 非常的这个叫什么呢 不采取强硬态度 这是蛮让乘客们失望的